像视频中的可就不一定了 有人说吃喝集体傻笑 中共国所谓正能量宣传的目的都在这几个字里了 有人说在中共国只需要记住这么几个词 除此之外的想法呢 要么会被寻衅滋事 要么会被颠覆国家 简单说要么当猪 要么就进监狱 有人说小孩吃个火锅 还要带个红领巾 是要当餐巾用吗 有人说看明白了 中共国就是从上到下的骗 有人回来复途 一个家长训斥小孩 你天天说谎将来能干什么呢 小孩回复说当领导啊 这是浦阳市实验小学少年党校 接牌开班仪式 这是后边两个学生拉着毛的头像 这是一群孩子被打扮成赤匪的模样 有人说这三幅照片 令人想起希特勒的童子军和少年团 有人介绍说中共本来就是从 纳粹党对德国儿童洗脑中得到启发的 从他一开始就搞少线队共青团 共产党的这个组织 从娃娃开始一步步的洗脑 这段视频据说是孩子们批判刘少奇 纳粹党的etin 而现在据说又在用这种方式对武汉的民众洗脑 据说这是武汉的地铁上的宣传内容 是科普有讲竞答 精确制导武器是指什么 这个是反坦克导弹介绍 这是反坦克直升机的介绍 有人讲某某时代反苏防修的战争宣传和这个是一样的 那时只不过是黑白的图片多 也不能扫码 有人说显然这是想要挑动后浪们的武装热情啊 然而如果后浪中了中共的宣传 可能会后悔的 不止武汉地铁 有人还提供了一份报纸的截图 说这种中国不战机器人攻城夺倒不驯美军 美国遭中国航母杀手攻击或用核武报复 这个呢是中国已经开始制造未来空中最强的航天母舰 而且每日已经急红了眼 有人说那个麻城早稻农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那都登出来了 所以中共没建造宇宙母舰已经是给全世界留情面了 有人说西朝鲜的洗脑功力你以为是开玩笑吗 但是如果真的被西朝鲜给洗脑了 后果可并不好 看看给中共当兵最后的后果 这个是越战老兵 乞讨要饭 说民村没土地 城市没工作 生活没着落 乞讨保活命 恒水的越战老兵 这位呢是抗美援朝老兵张树毅 被赠予了战斗英雄的锦旗 然而呢 他生活的环境 脏乱贫穷的地方 似乎与战斗英雄的这个称呼并不匹配 有人说赵老爷呢 只有在跟别人打架的时候 才会跟阿Q们称我们 希望年轻人能够有记性 这位下跪的兄配 龚勋章的军人 这位是国家功臣惨遭迫害 这里写的是退伍老兵要吃饭 这也是应该是上访了维权的老兵 这里也是 这些都是维权的老兵 有人说 希望如此多的悲剧的例子 能让后来者清醒